另外2015年马锡会让两岸关系冰冻了66年破冰 前总统府国策顾问刘胜良林水吉等人 就成立了诺贝尔和平奖推动委员会 打算借此为前总统马英九提名2017诺贝尔和平奖 马英九文讯相当开心不过也强调要低调 另外推荐韩的部分委员会不排除找来 前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来帮忙 2015年9月马英九和习近平历史性一握 66年来互动破冰开启两岸新一业 前国策顾问打算以此报名诺贝尔和平奖 会面一握创造更稳定的和平的基础 微笑充满期待充满希望 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自我取息要低调 马英九难言好心情如同近期曝光单日攻顶玉山模样 完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愿 不过看在也曾获提名的前总统李登辉眼里却形容 我想是怪怪的提名马英九大家会笑 也因为根据诺贝尔奖过去报名流程 每年至少收到700封信函要报名不难 但隔年5月提名名单就算通过 等到10月获奖要与全世界提名人争锋 这几率为乎其为 不过有报名有希望专家学者打散联署 预计这一块11月中旬提交报名书 推荐信不排除找前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 过去从李登辉实名得到近期 翁启会等人都是诺贝尔奖呼声高人选 这回马熙会要找出和平奖能否真如所愿 第一步还得看联署人数能否过关 欢迎订阅诺语强蔡介林台北采访报道